军队院校学位认证服务汇集10万官兵 解放军报训、刘慎玲、王宇恒报道 前不久 陆军工程大学学员唐如博收到学位认证报告 顺利提交研究生考试报名材料 这是军队院校学位认证服务开展以来 发放的第10万份学位认证报告 经由本中心发放的每一份报告都真实可信 切实保障广大军队学位获得者的正当权益 军队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领导介绍 2013年 在军队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指导下 该中心对学位信息管理进行全面改革 构建单位报送、机关审核 中心发放学位信息一体化 精确化闭环管理体系 有效解决了军队学位获得者资格溯源难、审查难、管理难等问题 经多轮协商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2014年正式授权该中心 建立国家学位认证中心军队分中心 为广大军队学位获得者提供认证服务 该中心系统采集 梳理军队2013年以前的学位信息 40余万条 建立军队学位信息库 制定历史信息修改与补入流程 并多次组织全军学位信息管理培训会 打通军队院校学位认证读点 原济南陆军学院学士学位获得者郭建功 因就读院校撤并 之前无法开展学位源头认证 如今 有了军队院校学位认证服务 郭建功的繁星是得到解决 该中心还与全军33 加学位授予单位和档案管理部门 建立协同认证机制 构建高校的学位认证审核工作网络 以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李中伟 因待遇认定公事期临近 急需完成学位认证 得知情况后 该中心协调相关院校 一归为李中伟加急办理了认证审核